主席 主席 請蔡主委 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剛剛聽妳的幾番回答 我也願意把冷汗 題目要聽清楚 仔細考量再回答 不然妳講出來的話 媒體又在報導的時候 妳要開場說明會 記者會來說明這也是很麻煩的 所以在我們能源局 有說喔我國電力 需求在零成長 所以我們 沒有核四也不會缺電 妳能源局 能源會 妳的說法妳認為 現在我們台灣的情形 是要穩健 的減核還是 全面廢核 目前的政策是穩健減核 不是全面廢核 沒有 沒有核四也不會缺電 那我們核四要不要建 因為核四要不要建 不是原能會管 可是目前的政策 妳是監督大會什麼不要管喔 目前的政策是核四要建 她所有的計劃都送妳去審核 妳不要管 不是啊 目前的政策是核四要建 所以原能會要管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沒錯 但是核四 可以不可以不要建 這個不是我們原能會的這個職責 所以原能會的諸位 妳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丟給台電跟經濟部 妳是監督單位 他們做不好 妳要糾正 是不是 我們監督的只是安全的部分 不是所有的行政 包括 包括能源政策都我們在監督 所以是核安的問題啊 每一件事情都跟核安有關啊 包括我們核市長 要不要在最安全的情況下 要不要運轉 這個騎乘 這個計劃 這個騎乘表妳們有沒有在規劃 有沒有在監督這騎乘表 這些騎乘表也都是要經濟部去監督台電做 原能會的部監督 有沒有跟你報告 有沒有跟你報告 他們不需要 你不瞭解妳怎麼監督啊 他們不需要跟我們報告 可是假如有一些 我們要求的一些安全項目 相關的騎乘他要報告 但是整個核市的這個 這個騎乘 他不需要跟我們報告 主委 本席問妳 穩健檢核 用什麼原則之下穩健檢核 那妳總該知道吧 就是確保核安 然後推動綠能等等的來取代 那這些就是希望能夠 未來能夠朝向穩健檢核 穩健檢核 我們一直在各大媒體各大宣傳 都告訴民眾如何讓民眾不要恐慌 這三大原則妳都講得不清不楚 第一 不限電 第二 維持合理電價 然後能夠符合國際減碳的承諾 減碳的承諾 對啊妳剛剛怎麼不回答呢 講得不清不楚 主委 監督單位 隨時要審查所有的安全和安問題 我們要穩健檢核的三大承諾原則 妳都搞不清楚 可是我跟剛剛講的 是不是限電 或者是這個合理的電價 或者是減碳 這三個都不是我們原人會該管的 因為這不是安全 我說不是妳管 可是妳要知道 是 我知道 是 那現在知道了 是 所以要朝這個方向努力 對不對 是不是要朝這個方向努力 也不是我們原人會 才能穩健檢核啊 橫向部會都要互相溝通的 你們又獨立作業了 不管我的事就不管了 我們不問國問了 我們只管 確保核安的部分 好 妳要說確保核安 是 核安不是口號對不對 當然 所以 我們要穩健檢核 確保核安 核四的農門廠 才能夠在安全的維持 第一優先的情況下 才可商轉 沒錯 所以 剛剛有幾位委員 也有問到一個問題 我們龍門廠 跟日本福島的 福島事件 發生的核能發電廠 是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你說不是海嘯的原因 有很多不一樣 剛剛妳回答潘委員 不是海嘯的原因 那它是什麼原因 跟我們的 是海嘯的原因 海嘯原因 但是它有什麼設備沒有做好 才會發生這些因素 人為因素 有點複雜 不過簡單的來講 不是 這哪裡有複雜 簡單的來講 簡單的來講 就是 因為海嘯 所以把它所有的安全系統 事件來更加的安全把關 我們的核市場 沒錯沒錯 所以妳怎麼會不太清楚呢 不是 我沒有說我不清楚啊 所以我們核市場 要加強不要重島 福島的事情發生 沒錯 對不對 這才是我們的先決的關 沒錯 所以我沒有說 我不清楚委員 我是說 因為海嘯 以至於造成 所有的安全系統 同一個時間失效 我們叫做供應失效 好 那這個是過去的 所有的事件裡面 沒有發生的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個教訓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的核市場 跟我們福島的 核市場 有什麼不同的 更加安全的措施 你監督單位 你知道嗎 是說改良之後嗎 還是改良之前 現在 現在的核市場 現在 現在的核市場 我們不會發生 福島事件 所發生過的事情 是 我們做了哪些 簡單的來講的話 就是現在的核一二三四 都朝這個方向去改進 我在問你核市 我只問核市 你聽我的問題回答 好 核市一樣 就是避免 產生全黑的這種狀況 也就是說能夠 在超過設計基準的情況之下 還有足夠的電力 可以去維持安全的系統 第二個就是 可以維持一個 足夠的冷卻的能力 這個足夠冷卻的能力 不只是我剛剛講的一些電力 或者是這個安全系統能夠用 而且台電也提出來 其實在這些情況之下 都沒辦法 可以用所謂的斷然處置的措施 來避免發生類似像福島這種事故 簡單來講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是在網路 拉了一個資料來看 我看了就非常清楚 我就很安心的 就是七大的保護措施 可是給主委講的 哩哩哩哩哩哩的 你有沒有到我們共僚的 龍門核市場去參觀過 他們的解說 最主要的 就是不淹水 不斷電 不停水嘛 我們的設施 就朝這三大方面 對不對 我剛剛其實也講的 也就是這樣 如果是非常危急的時候 我們授權給值班的經理去 去決定 該決策怎麼做 沒錯 不會有的黃金的救援期 都錯過了 沒錯 對啊 其實我剛剛講的也是這樣子 請主委你講 我剛剛講的就是 要有電嘛 要有水嘛 然後 真的這些都沒有了 就是一個斷然處置的措施 其實跟剛剛委員講的是一樣 所以那我們現在不能停電 我們的設備做到了嗎 我們核市場不能停電 我們的安全措施的 就是我們的氣渦輪的發電機這個 蓋好了嗎 還沒有完全蓋好 那就是說核市場還不安全 也不叫不安全 我還是在跟委員解釋 這樣子一個目標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是福島事故之後 所有的世界的電廠都能 希望能夠 就安全基準之上超過的 都還有能力可以去因應 那這個呢 要給各個電廠 一個適當的時間去改進 所以為什麼 除了日本的電廠 馬上停機 全部都停下來之外 其他歐洲也好 美洲也好 所有的其他國家 沒有要求馬上停下來 意思就是說 這些在改善的過程裡面 繼續運轉的這些電廠 不是不安全 換句話講就是說 我們還是認定它是安全的 可是它還是要在這種情況之下 要能夠因應超過設計基準 很多的天災 複合式的那些災難 是我們無法防範的 目前不會 不代表馬上明天不會發生 沒錯 所以我們要趕快積極的來做 是啊 是積極的 但是 但是要一個 適當的時間 所以我們知道問題在那裡了 我們就趕快來做 我們就要求台電要趕快做 我們用過的燃料棒的儲存 當務之急要飽和了 它現在儲存量只剩下94宿 在105年就飽和了 可是現在呢 現在台電我們經濟部送給新北市的 一些水保計畫 這水保計畫的一些完工證明 統統還沒有下來 次長 這個你們有沒有在追蹤啊 如果說這個計畫沒有下來的時候 那我們又飽和了怎麼辦 新北市政府的話 我們已經多次去拜會 那麼他們所提出來的改善措施呢 台電都在積極的配合在辦理 有沒有騎乘 105年要到了 我們知道 剩下94宿的榮樣而已 那你們還在積極 這個拖延戰術我們看不下去耶 你有沒有騎乘表給我們啊 他的問題你們能改進嗎 新北市的問題 我們有我們的騎乘表 對 但是因為也是一樣 因為新北市政府 騎乘表等我會後 給我一份騎乘表 他有不斷的提出新的一些意見 新的意見就是要更安全嘛 那我們經濟部跟我們台電都要做到嘛 那個水保的部分我們會配合來做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就要問一下了 我們北市政府一直在對我們的核一的乾儲水的水保的計畫 他到底這水保計畫 如果計畫沒有核准 那我們的核安會不會有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他是一個乾式儲存槽 因為他旁邊有邊坡啦 邊坡 那他其實跟電廠發電沒有關係 他是跟那個用過燃料棒有關係 這燃料棒有沒有安全堪率的問題 當然燃料棒的安全也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還有水保計畫 有乾儲存的問題 水保計畫我們會照著市政府的這個來做 但是我剛剛說明他跟那個發電的部分 沒有直接關係 這都是安全 都是安全的部分 所以核一核二廠已經在飽和了 現在也要蓋 要蓋的儲存廠 這儲存廠 我們的計畫要趕快的處理 要不然我們的燃料棒天天在使用 你這個儲存後續的處置沒有完成 那這整體的安全 民眾的優利 我們都有掌控這個時程 不斷的跟這個新北市政府來討論 那市長我要這個旗程表 你們所有追蹤的旗程表我都要 我會把我們台電的旗程表給 對 好 那現在我們也有看到一些報導說 我們乾式儲存的那個燃料棒 這個燃料棒放久了會變形 就像竹子一樣會變形 那這個變形之後的話 那在我們的儲存措施裡面會不安全 請 那個核能副總來說 是 報告委員 這個竹節的這種效應 是在早期30年前的燃料設計裡面 會有這種現象 現在我們所使用的燃料 都沒有竹節的這種現象發生 那我們在燃料放到這個乾薯的這個設備以前 都要經過詳細的檢查 那在這一部分根據國外20多年的這種經驗裡面 都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安全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確定不會變形 確定不會 因為它已經不再產生熱量 所以很多事情的報導的時候 你們都要說明清楚 你們的說明不要一場記者會就沒了 是不是我們現在那個依化非常發達 你們一個官方網站都要PO出去 讓民眾的了解 環保團體也好 我們綠營團體都好 都要讓他們了解才可以處理 好 我最後再問一下蔡主委 主委 剛剛因為我潘委員有質詢 有問到您 您說你是被動 我們監督單位要化被動為主動關心 才能夠為核安把關 所以我們的核一核二三場核四場 都是在我們的海邊 所以他們的排放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就像我們工業的排放污水一樣 到河川污染 河川污染我們的稻田農魚 都會不能吃 都會有安全上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會主動 所以我們的核能發電廠 排放到海域周邊 你一定要主動去做檢測 好不好 我回答這個潘委員的問題是 他說講管制日本來的進口的食品的安全 那那個部分當然不是我們 可是本市要要求到海域方面周邊 像捕上來的魚如果說有被污染 我們池的安全更危險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的質詢 我希望給我幾份資料 就是我們核一廠的乾除水保計畫 還有就是我們北市政府 對我們的水保計畫一些騎乘 都要給我一個書面的報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